一個狗狗是被悶在 這個像不到一瓶的空間 很明顯跟外面比就很熱 因為這邊不通風 台北市議員陳佑誠 直擊台北市專門收留 流浪貓狗的動物之家 但這第五犬舍 不僅環境簡陋 通風不易 屋頂還只有一大片帆布 夏日酷暑也讓這裡 儼然像是大烤爐 裡面43度 平均42度 拿出紅外線熱影像 一測量一量嚇壞一元 因為不管從哪個角度 平均都測出超過四十度高溫 畫面中還能看到狗狗 被熱到喘個不停 您就看了也不忍 風扇或是其他降溫設備 那個狗狗很容易中 這裡面這一間就是全武社 相較於其他的全社 是臨時搭建用帆布 當作無頂夏天 平均溫度高達四十多度 向現在下大雨雨水 容易撥肩到狗狗的毛髮 容易滋生美菌 不只大熱天難受 連續幾天午後大雷雨 只靠帆布根本擋不住雨水 不只貓小孩受罪 在這工作的志工 也得忍受惡劣環境 議員喊話北市府 因盡速改善 狗狗的獵獄 你能夠想像 穿著這樣的毛皮衣 毛衣 在四十三度 不到一到兩坪的狹窄空間 意義良善的終極場合 反而變得比流浪 流浪動物還更加的可憐 對此北市洞保處回應 迄今未有犬隻 因熱衰竭致死案例 也已經在第五犬舍 執行降溫措施 後續也會加蓋黑色 帆布降溫 預計七月底完成 盡快改善狗狗獵獄 但安正浪浪 公有空間 這個環境還是讓人看了 難以接受 三省郭斯文 江文贤 侯從楊凱安 台北參謀等